来 陛大人 快请进 陛大人 您怎么来了 快请坐 小庄看茶 来了 还是二两一杯 可不敢 大人胸襟 容不下我点儿戏 陛大人 请用茶 只是今日 为何不见你姐姐啊 我姐姐这几日 每天都回来奋笔急疏 说是抄写公文 一直要熬到半夜 皮得狠 她去药铺买些药回来 那我就先告辞了 对了 你姐姐为何仰慕唐天远啊 家中早年曾遭变故 唐天远帮过忙 你们家在何处 济南 唐天远是京城人士 你们搞错了吧 大娘早年意外丧命火海 家父却被冤枉成了纵火凶手 当时姐姐才八岁 孤苦无依 而家里的亲戚 都巴不得家父入狱 好趁此分了谈家家产 这时候 途经济南的唐天远 三言两语就替家父洗刷了冤屈 这份恩情 姐姐久久不能忘 那唐天远 那时候 十岁 所以唐天远对姐姐来说 不仅仅是恩人 还是希望 谈家因为唐天远才得以保住 姐姐也因为唐天远 才有勇气逃离家乡 来追求自己的梦想 唐天远在姐姐心中的地位 不容置疑 而姐姐对她的心意 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我知道了 既然事业不在 那我就先告辞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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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